第十部 空中监狱 第十部 空中监狱 上映时间1967年 豆瓣评分8.1分 该影片发行后就获得了影评人的好评和商业上的成功 同时被形容是一个时代的石金石 可想而知它的经典之处 第七部 巴比龙 上映时间1973年 豆瓣评分8.7分 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拍得十分逼真感人的陶玉片 男主经历一次一次的逃亡 一次又一次被抓 一直不放弃重获自由的梦想 最后面对大海时也不忘自己的梦想而跳入了大海 圆了自己一个梦 第六部 逃离索比堡 上映时间1987年 豆瓣评分8.5分 故事发生在二战临近结束时 一个关押着都是死球的集中营 他们面对的就是死亡 导致一个死球率领600人集体越狱 最后300人成功成为史上的奇迹 第五部 死球越狱 上映时间1956年 豆瓣8.5分 影片故事取材于一个真人真事 讲述一个法国的中尉如何成功逃离纳粹监狱的故事 他必须在自己被处刑之前逃离这里 与死神和时间的较量 最后他成功逃离了 第四部 惊蝉脱鞘 上映时间2013年 豆瓣7.6分 该影片讲述了一个监狱安管专家 最后一次任务中被出卖 不料被关押监狱中 企图要灭他口 最后通过重重困难成功越狱的故事 第三部 肖生克的救赎 上映时间1994年 豆瓣9.6分 该片讲述了一名高职商银行抢劫犯 被关在亚卡拉监狱里 而这个监狱被认为无法逃离的监狱 这是一部经典的粤狱片 男主在片中的任性和对自由的渴望 极具感染力 第一部 动 上映时间1960年 豆瓣7.2分 讲述了一群被关押的犯人 计划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逃狱行动 本片还荣获了法国电影手册 十大加片之一 虽然故事结尾 他们未能跑掉 但故事成为了粤狱经典之作 以上很多电影都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了 难道现在就没有让我们觉得比较优秀的作品吗 以为的翻拍加特效圈前 没有新意怎么出入影迷的内心呢 以上原子小编总结 有不同意见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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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